她的经历也是很少见的这种 我很欣赏那种 为了爱可以去到任何城市 和喜欢的人 相爱的人在一起 这是一个典型 为了初恋去北京 然后被抛弃了之后 为了前任来南京 被抛弃了之后还没有离开南京 带着和前任养育的两条狗 还生活在南京 真的很勇敢 真的很勇敢 我就是属于那种人 就是为爱还城市 6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其实是有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 你刚才唱了一首《爱我别走》 再结合你之前的两段感情经历 不禁让我想问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场合 唱这个名字的歌 我朋友问了些问题 闺蜜很给力 你是还有什么留恋 或者是什么阴影 或者是什么创伤 阴影肯定有 留恋有没有 我不知道 首先这首歌呢 其实跟感情经历没有什么关系 这首歌是在我大学乐队里面 排练的第一首歌 所以特别有纪念意义 然后也是我这么多年 一直在深藏曲目吧 我们想问一下 你这两段情感经历 按道理说 一个职业在上升期的一个年轻人 怎么就这么毅然决然地 从北京来到南京 其实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比如说自己的事业 我能不能应付在不熟悉的城市的工作 当时我是真的挺喜欢她的 接不到她电话 我会很慌 所以我就选择为她来南京制作城市 很勇敢 我觉得她是对自己的事业足够自信 她付出的同时她自己 就是会把自己的所有不信 归咎于你的话就不行了 那我还是比较偏向喜欢那种 自己有想法的男孩子 就是做自己 对 对